彩虹倾泄而下 美得令人屏息 彩虹霞光七彩分明 光影浮动 仿佛来自天界之水 人世献中 水从近两百公尺高流下 在地面幻化出一处人间仙境 七彩颜色不断变化 仿佛那里就是人世间的桃园乡 美国的优胜美帝国家公园 彩虹瀑布如梦似幻 到底怎么形成的 第一个它很高度很高 然后它的水量没有说非常大 那它从很高的地方下来的时候 又刚好风在吹 导致它形成一个好像屏幕的感觉 润气势磅礴 大陆山西的湖口瀑布 名列前茅 滚滚黄河水在这里聚集 坠入五十米深渊 透过空拍镜头 感受大自然的震撼 大陆温州摆仗际 高耸入云的瀑布顶端 水流直屑近两百米深 近乎九十度的角度 点缀上前方中式庭院 宛如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 月初纸上空灵成线 同样踏击仙侠世界 不用霸气震撼 仍然如梦似幻 坐落在中越边际 宽一百二十米的得天瀑布 高度落差六十米 从高空俯瞰 丰沛水流四方汇集 游向江河大海 气势十足 记得杨森成都报台中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式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